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法国留学 艺术与设计专业的独特魅力 当然可以 法国留学 尤其是艺术与设计专业 简直就像是一场华丽的时装秀 既有优雅的走秀 也有意想不到的跌倒 今天 我就带大家走进这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分享一些深入见解和有趣的故事 首先 法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 巴黎的美术学院Ecalda Bosars 就像是艺术界的哈佛 培养了无数杰出的艺术家 从印象派的莫奈到现代的草菅迷生 法国的艺术家们总是能在画布上找到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想象一下 您在课堂上学习如何用色彩表达情感 而教授则用一杯红酒来激发灵感 这就是法国的风格 在设计方面 法国的时尚设计学校如巴黎时装学院 Institut Francais Delamote 更是让人心驰身亡 每年 学生们都会在巴黎时装周上展示自己的作品 仿佛在说 看 我的设计比你的更有创意 而在后台 学生们则可能因为紧张而把自己的设计稿弄丢 结果不得不临时用餐巾纸画出一个新概念 这就是创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 留学生活并不仅仅是学习和创作 想象一下 您在三纳河畔的咖啡馆里 和同学们讨论设计理念 突然一位路过的艺术家停下来 加入了你们的讨论 你们可能会争论不休 甚至因为一个颜色的选择而大打出手 但最后却都在一杯浓郁的法式咖啡中和解 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正是法国留学的独特魅力所在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关于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他在巴黎的设计学校学习时 决定用中国传统元素来设计一款现代服装 他的作品在学校的展览上引起了轰动 甚至吸引了一位著名设计师的注意 结果 他不仅获得了实习机会 还在巴黎的时尚界展露头角 他常常笑着说 我在巴黎学会了如何用中国的灵魂 去征服西方的舞台 总之 法国的艺术与设计专业 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更是一个充满灵感 创意和文化碰撞的舞台 在这里 您不仅能学到专业知识 还能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体验到独特的生活方式 正如一位法国艺术家所说 艺术是生活的调味品 而留学则是让你品尝到不同风味的机会 所以 准备好你的画笔和设计稿 来一场属于你的法国留学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生活 文化活动与社交圈的建立 当然可以 法国的生活就像一杯浓郁的咖啡 出场时可能有些苦涩 但细细品味后却能感受到其中的丰富层次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法国的文化活动与社交圈的建立 当然 带点幽默的调味料 首先 法国人对文化活动的热爱 简直是无与伦比 无论是博物馆的展览 音乐会 还是街头的艺术表演 法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文化的气息 你知道吗 在巴黎 几乎每个周末 都有免费的博物馆开放日 简直是文化爱好者的天堂 不过 去这些活动时 记得穿得时尚一点 因为在法国连去看展览都要像是走红毯 说到社交圈的建立 法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方式 他们的社交活动往往围绕着美食和饮品展开 想要融入法国的社交圈 首先要学会如何优雅的举杯 你可能会在一个聚会上听到有人说 这杯酒的丹宁结构真是绝妙 而你可能只是在想 我只知道这酒喝起来不错 没关系 微笑并点头就好 毕竟 法国人最欣赏的就是那种我虽然不懂 但我很享受的态度 有趣的是 法国的社交活动常常伴随着一场智力游戏 在聚会上 大家会围绕着各种话题展开讨论 从哲学到政治 再到最新的时尚潮流 你可能会发现 法国人对待社交的态度 就像对待一场高水平的辩论赛 谁都不想输 于是 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你觉得这部电影如何 我认为导演的视角很独特 但故事情节有些薄弱 哦 我倒觉得 故事情节正是它的精髓所在 这时 你可以选择默默享受一杯红酒 或者勇敢地加入讨论 提出你对电影的看法 无论如何 记得保持微笑 因为在法国 微笑是最好的社交润滑剂 最后 想要在法国建立社交圈 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有耐心 法国人对待友谊的态度 就像对待一瓶好酒 越沉越香 初次见面时 他们可能会显得有些冷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 他们的热情和真诚 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 最终你会被拿入他们的圈子 并享受到无尽的美食 艺术和欢笑 所以 准备好你的红酒杯 带上你的幽默感 踏上这段充满文化与社交的 法国生活之旅吧 记住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聚会 敬请享受每一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留学 如何撰写吸引人的个人陈述 当然可以 撰写个人陈述 就像是在法国的咖啡馆里 点一杯完美的拿铁 既要有浓郁的咖啡香气 又要有细腻的奶泡 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些 撰写吸引人的个人陈述的秘诀 当然 过程中也会穿插一些幽默的小故事 让大家在学习中轻松一笑 一一开场白 引人入胜的开头 想象一下 你在法国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走进一家咖啡馆 服务员用流利的法语问你 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回答咖啡 那就太无趣了 同样 个人陈述的开头也要吸引人 可以用一个小故事 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或者一个有趣的事实来开场 例子 你可以开头说 在我十岁那年 我在家里的厨房里 尝试做法式薄柄 结果不仅厨房变成了战场 我的脸上也沾满了面粉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 失败是成功的调味品 这样不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还能展示你的幽默感 和勇于尝试的精神 二个人经历 真实而独特 法国的留学生活 就像一场美妙的探险 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在个人陈述中 分享你独特的经历和成长故事 能不让招生官感受到 你的真实和热情 小故事 有位学生在法国留学期间 参加了一个当地的烹饪课程 第一次做菜时 他把盐和糖搞混了 结果做出的菜 让所有人都大笑不已 虽然他当时感到尴尬 但这次经历让他学会了 如何在压力下 保持幽默感和创造力 这样的故事不仅有趣 还能展示你的适应能力 和乐观态度 三目标与动机 明确而有利 在个人陈述中 清晰地表达你选择留学的动机 和未来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招生官希望看到 你对未来的规划 和对所学专业的热情 幽默点 可以用一种轻松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目标 比如 我希望在法国学习国际关系 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毕竟 谁不想在优雅的巴黎街头 边喝咖啡边解决国际争端呢 四 结尾 留下深刻印象 结尾部分 是你个人陈述的最后一口咖啡 要让人回味无穷 可以总结你的经历 重申你的目标 或者用一句名言来结束 例子 你可以引用法国作家安托万 得圣爱克苏佩里的名言 真正的美 在于看不见的东西 然后再补充一句 我希望通过留学 去探索那些看不见的知识 和文化之美 总结 撰写个人陈述的过程 就像在法国的街头漫步 既要有方向感 又要享受沿途的风景 通过真实的故事 幽默的表达和明确的目标 你的个人陈述 将会成为一被令人陶醉的法师拿铁 吸引招生官的目光 希望这些建议 能帮助你在申请法国留学的过程中 写出一份吸引人的个人陈述 祝你好运 记得在成功后 请我喝一杯法师咖啡哦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 《充满艺术、设计和文化的法国留学之旅》 探讨了在法国学习艺术 与设计的独特魅力 生活方式 以及如何撰写吸引人的个人陈述 在我们的探索中 我们了解到 法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 历史悠久充满灵感 学生们不仅能学习专业知识 还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交流 体验独特的文化氛围 此外 法国的社交圈往往围绕着美食与饮品建立 耐心和幽默感是融入其中的关键 而撰写一份吸引人的个人陈述 则需要引人入胜的开头 真实独特的个人经历 明确有力的目标 以及让人印象深刻的结尾 这些内容 不仅让我们对法国留学的生活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也为我们在申请过程中的准备 提供了实用的建议 毕竟 留学生活就像是一场华丽的时装秀 既有优雅的走秀 也可能会有一想不到的跌倒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保持微笑 享受每一刻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法国留学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趣的故事 想要分享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讨论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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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of and insight our way Proof and insight our way 我们的频道